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做客文明客厅 下边呢 我们就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供小夏女士谈一谈 如何应对高风险社会 甚至于是高凶险社会 也是其实就是 您的意思就要我继续谈 在美国之音断播之后 这个高凶险高风险是不是 凶险呢 这是美国 还不至于要在中国的话 我早进监狱或者还不知道被人坐掉了 这都难说 如果这么对抗上级的话 美国还有个好处呢 起码呢就说 如果有杀人凶手做什么事的话 那是来自中国的 不会是来自美国政府的 我这一点我还是坚信 但是呢 确实是我们经过美国之音 这个断播事件以后呢 我们也确实觉得 觉得这个美国社会 现在真是出了点问题 出的问题在哪呢 我想就是跟川普总统说的 就是华盛顿是个泥潭 官官相互 官与官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勾兑 那么我们现在刚刚说到 郭文贵断播这个事情 你想了 美国之音里 就是有这么多人 起码美国之音中文部有许多人 我不可以说 我难说是所有人 但是有许多人 回中国探亲 被威胁 家人和个人被喝茶 被谈话 回来之后 大家就离对中国的负面新闻 就远点了 那么美国之音的台长 美国之音的台长 我们都知道也是个老牌记者了 是不是 她的丈夫 原来是华盛顿邮报的 那个业主 她的丈夫在业内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跟中国 跟中国日报合作 结果把这个大量的 这个中国政府的 这个有偿新闻 加在华盛顿邮报里头 叫一个China Watch 这个后来中国日报 还加了其他的报纸 还被川普总统给 那个滴溜了出来 是不是 后来她不做 卖掉华盛顿邮报 因为一直在亏本 卖给亚马逊了 卖掉之后做什么呢 就去全世界开一个 就是这个入学 高等入学教育 就是在中国开的最大 在中国干嘛 抢新东方的底盘 抢得非常成功 你想啊 在中国做高等入学 学前教育 留学准备教育 能够抢掉新东方 中国这个地头蛇的底盘 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利益 我起码知道的是 它跟中国的有些各省级党校 相当几个省级党校 都有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 一起挣钱 那么美国之音这个台长 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 也就非常明显 以前呢 就是清华大学刚设立的时候的决策 就叫留美预备班 因为去年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学生 就高达33万 他做的就是类似这种工作 那是利润丰厚 对 真是利润非常非常丰厚 这个我们就而且成立了很多机构 我一直在机构套机构 我一直在查 它是一个机构套一个机构 套一个机构 所有下边机构 哪个机构跟哪个党校 跟政府部门 跟这个所谓培训合作 不仅有出国合作 培训合作 还有国内那些各个行政部门 机关的培训合作 所以这个钱赚的海了去了 我就不知道他赚了多少 但是巨额利益这是肯定的 巨额利益的来源到哪去了 广义的来讲也属于贼的范畴 这个是盗国贼了 对 这就是确实是超级盗贼了 对 现在这超级盗贼们就是在两边走 偷盗了 将大量的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偷到他们自己口袋里 这个呢 跟你说 我觉得美国要改 美国政府拿他们没办法 中国政府当然跟他们是合伙的 因为中国国家已经被盗了 那么中国的盗国贼 跟外国去中国偷盗中国的贼 一起把这些所有的人民的财产 变成私人的财产 他们包括到美国以后呢 也是将美国的大量的工作机会 弄到中国去 这样实际上是多从这么剥削人民嘛 剥削中国的农民工 剥削美国的人民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呢 那个这是整个套盗国贼 是国际盗国贼团伙的一部分 小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原来中国是特务政治 比如说第三国际远动局的一个支部 派了俩人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在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就有一个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有若干化名的一个 据说就是共产国际远动局的一个特工 后来呢 由特务政治到了现在发展成了特务经济 小夏这篇文章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写的绝对入目三分 对 因为当时这个整个郭文贵事件 带出来的中国特务政治的一个轮廓吧 就是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特务政治拿郭文贵的话说 就是蓝金黄了 那么在这个特务政治中间呢 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久而难寻之后呢 当时张万年有句话 说以商养情商情两望 这个商界和情报界是结合起来 全世界到处腐蚀 那么30年之后 其实美国开始 现在才开始明白 中国这些人用大量中国人民的钱 来腐蚀国际社会 腐蚀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我想呢 美国的一普通人民 都开始一路在认识到这个事情 这非常可怕的 原来呢叫做二杆子 腔杆子 笔杆子 现在发展成了四个要素 就是腔杆子 笔杆子 刀把子 钱袋子 对 这个钱袋子尤其厉害 这钱袋子厉害到就是让美国很多 我们现在最近在看新闻 就是副总统拜登的儿子 在中国拿这么多钱 就怎么拿的 中国拿这么多钱的人是谁 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事情啊 通过就是整个公文贵爆料这个事情 我现在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就是 当时爆出了这么多料 一个一个公司 海航 绿地等等这些集团 集团又套着集团 他说的每一件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两年多以来 我一路在找就是国际新闻媒体 去跟他们谈这个事情 我几天之前还是跟那个原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也坐下来谈了好几个小时 就端门谈这个事件 他觉得真的太吃惊了 我说这个中间到底这个利益关系怎么样的 像老周您说的特务经济 特务政治特务经济 特务政治是用来对付国内人民的 特务经济是用来对付全世界的 这整一个是一个小小的集团 其实就几百个家族现在说起来 这么一个小的集团将这么大一个国家偷盗了 这实在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到底要去怎么追查这些事 到现在我觉得中共相当成功的压制住了郭文贵的爆料 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爆的所有这些料 真也罢假也罢 我们先不说这个 每一件事情有谁争取做了非常深入的追踪 尤其是新闻界 对你说这个事相当于海航的一个董事长 突然间照相死 这就是非常的让人吃惊啊 怎么这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就去照相去了 而且就死了 到现在我记得有一个副总理被任命为海航事件的一个调查 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官方的由这个副总理牵头的这个调查报告 你很多事情说比如王健的死 你可以用这个意外什么解释 但是如果你说解释的话 但是你怎么解释比如那180亿的财产 这海航磁航基金怎么挪过来的 你怎么解释当时比如说绿地有这么多钱在澳大利亚 你这个钱就说你是王健死他可能真的掉了下去 我不管那可能真的可能假的那是要非常多的那个警方的那个调查 但是这钱怎么回事王健的钱到哪里去了 这总是有记录的吧 他说把钱都捐了 家里人认吗 为什么一个人把钱都 就是预先都找捐好了 所以这个中间就是 英文有句话就follow the money 就是说你跟着钱走 你一定能挖出黑幕来 那么我们现在跟着钱走 尤其是跟着这么巨额财产走 哪里去了 谁把中国偷走了 谁偷走了中国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的问题 也是第一个媒体愿意追踪的问题 应该追踪不是愿意追踪 媒体可是不愿意追踪 也是现在可以说是做一个媒体人 面临的可能你要调查的最危险的问题 所谓闷声发大财 或者叫闷声大发财 我们的价值就是不能让你闷声 所以他们这个 现在有几个这个发财 就这个事件我一路在追踪嘛 那么也就是通过自己的血缘 就是子女 私生也好 和老婆也好 小老婆等等 这样这个事情 这样这些财产转出来 各种各样的方式 带驰什么等等 我说其实就就跟关贵爆料这个事情一样 他说了这么多 有没有人能画出一个路线图来 我自己一直在试图画 但是我真不是专家 我不是上面 有没有什么调查记者 就是我也试图在干这个事情 能够把这个事情画成墙上的一个图 这样从这走到那 从那走到那 一清二楚 大家明白 而且我画了一些呢 最终还就是走到中国的最上层 走到西方的最上层 我们看到这种线路图 真是令人打寒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教案 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也同意 所以咱俩合作变成一个教案 教学的案例 对我想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我那个我一会儿呢 我还要想就是说一教案吧 我还要谈谈美国政府里 这个政府这些人是怎么跟中国政府配合的 我现在非常感慨 因为我们我被调查了这么长时间嘛 咱们一会儿要谈谈这个事情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继续关注文明可听的爆料 谢谢大家